欢迎收看好奇嗨死猫 我是M16 来回答网友的问题 就是一个网友问 路西法跟撒旦有什么区别 因为我们常常听到说 这个是撒旦叫的吗 可是他们拜的是路西法 所以很多人混淆 这两个是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这个基本上因为有三个词 一个叫撒旦 一个是叫路西法 那还有一个词是叫巴凤特 什么巴凤特 巴凤特就是一个图案 三羊的脚 三羊头三羊脚 然后有一个女性的胸部 你说那个豹 对对对 豹胸 有人说是豹巴利 有人说叫巴凤特 这是一个图腾 但其实真正最重要的应该 大家在真的要理清的是撒旦跟路西法 那撒旦呢 这个词的意思 这个字的意思 其实叫做对头 就是做对的 都有做对的 那个对头 做对者 对 撒旦这个字的本身意义就是这个 所以在旧约里面神称他为撒旦 就是说 这个死对头的 就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抵挡神的 神的仇敌 他是那个堕落的源头 所以他叫做撒旦 那至于路西法这个字怎么来的 就是在 我知道 我知道的是堕落天使 堕落天使 嗯 其实不能这样讲 不是 OK 应该说 路西法这个字 它其实 是拉丁文 OK 那它原本的 原本的意思呢 叫做明亮之星 那不是很好吗 就是说在旧约里面 OK 在旧约里面 他用到这个字的时候 他其实是叫做明亮之星 他不是路西法这个字 嗯 那只是拉丁文 这个旧约圣经 拉丁文版本 他这个明亮之星 他把它用一个字 叫做Lucifer 嗯 去写 那Lucifer是什么呢 就是天空中最明亮的那颗星 他是在以赛亚书14章12节 嗯 他说明亮之星 清晨之子 然后你为什么会堕落啊 然后他那里是说到那个 撒旦的堕落 嗯 撒旦他本来是神所创造的天使长 哦 所以他才是堕落天使 撒旦是天使 他本来就是天使 而且他是天使长中最好的 最完美的那一个 那我搞错了 我以为路西法才是这个角色 OK 可以说也是 但是你听我解释 就是说 撒旦本来是天使长 嗯 他的地位甚至高过 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天使长米迦勒 嗯 真战的天使 连 连米迦勒都 对撒旦都不敢 就是过分的忤逆他 OK 所以 撒旦的地位是高 他是神的天使当中最高的一个 嗯 但是他因为自大骄傲堕落 抵挡神 所以他后来堕落成为邪恶的天使嘛 嗯 那这个天使他被神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撒旦 OK 但撒旦的意思就是死对头 嗯 好 所以在以赛亚书14章在描述撒旦堕落的时候 他说到他没有讲他的名字 他用明亮之星清晨之子 你为何从天上坠落 他用这个来描述撒旦的堕落 嗯 好 那明亮之星这个词 到了拉丁文版本的时候 他就把它写成路西法 那是同一个咯 是 怎么又是同一个 所以Lucifer Lucifer Lucifer这个字呢 OK 他不是名字 Lucifer是一颗星的名字叫做 金星 哦 金星的名字 哦是哦 他是在 他是在凌晨 他是在凌晨的时候 嗯 天空没有没有月亮了 就最黑暗的时候 就金星 即将即将黎明出现的时候 最亮的那一颗星叫做金星 就Lucifer 对 那Lucifer 为什么他用Lucifer呢 因为以赛亚书写嘛 明亮之星嘛 嗯 清晨之子 因为他用了另外一个字叫 清晨之子 嗯 嗯 所以他是那颗最亮的星 但是他是在清晨即将出现的那颗最亮的星 OK 所以拉丁文版本就用Lucifer来形容 他用Lucifer去代替这个明亮之星 嗯 而不是用基本的文字明亮的星 他不是这样写 他是用Lucifer 哦 直接用金星这个字去代替他 所以我们讲到Lucifer的时候 Lucifer就是金星 金星什么 金星就是以赛亚书14章所说的明亮之星 清晨之子 嗯 而这个地方描述的 所讲的是谁 就是讲那个堕落的天使长 就是撒旦 哦 OK 所以我理解是没有错 只是说我 我以为是两个 identity 两个身份 不过是两个 撒旦就是Lucifer I see 但是严格来讲不应该叫Lucifer 应该叫撒旦 应该叫撒旦 因为Lucifer是拉丁文版本才有的字 在中文版本在英文版本面他都不 不是这样写的 哦 他都不是这样写的 你看哦 你就比如说 呃 在这个 KJV的版本面 嗯 他就是用 Oh Lucifer Son of the Morning 嗯 他就用Lucifer这个字 他就沿用了拉丁文版本 因为KJV在翻译的时候 他是以拉丁文版本为基底嘛 嗯 他就保留了这个翻译 但像在另外一个英文的版本面 他就不是这样写啊 嗯 他就没有 他就没有用Lucifer 嗯 他是用 Oh day star Oh day star 明亮之星 然后Son of the Dawn 白天的星星 因为你白天也能找到金星嘛 嗯 对 所以他就不是用Lucifer这个字 因为你用Lucifer这个字 其实你如果对照毁原本的西伯来语的话 嗯 他是不准确的 I see 因为西伯来语并没有说他是金星 嗯 他是说明亮之星 清晨之子 嗯 他当然你要去揣测他 讲的就是在清晨即将黎明的时候 最亮的那一颗星 嗯 你可以这样去衍生的解读他 然后就给他认定他叫做金星 叫Lucifer 嗯 可是 就说我们把Lucifer当做是撒旦的名字 这事件 不对的 知道了 知道了 因为Lucifer不是名字 嗯 不是撒旦的名字 甚至撒旦是没有名字的 嗯 撒旦是没有名字 他名字我们不知道 嗯 对 因为 就像就像如果我今天跟你交恶 嗯 我跟你是不对盘的是 是仇人 嗯 就是死对头 嗯 我根本不想叫你的名字 我就叫你这个人渣 嗯 我就跟你讲 哎 拜类 人渣拜类就是一种形容 嗯 这是我给你取的名字 但那不是你真的名字 嗯 因为那个我叫你人渣 叫你拜类就是 形容我对你的观感 嗯 但是 神叫撒旦 一样的意思 他对他的感觉就是 你就是我的死对头 他是这个意思 嗯 嗯 他本名字 你在想嘛 撒旦是神所创造的 嗯 那他被神所创造的时候 是这么的美丽 这么的全能 嗯 这么的崇高 所有的最好的一切都在他身上 那一定他最爱的 对 那他为什么会叫他 为什么要给他取一个这么糟糕的名字 嗯 没道理啊 嗯 但是他堕落之后 成了神的死对头 嗯 处处跟神唱反调 然后神才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就是叫撒旦 I see 你说撒旦是他的名字吗 我觉得还不能叫名字 不是名字 是他的绰号 嗯 就死对头嘛 对 那是神对他的称号 称呼 严格讲那也不是他的名字 是 所以他其实你就像魔鬼一样 魔鬼也不是他的名字 魔鬼就是他的一个称呼嘛 嗯 就是这个意思 OK 诶我看了那个 Supernatural Wikipedia 就是 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Supernatural就是那个连续剧 什么连续剧啊 他就是讲那个上帝啊 魔鬼啊 什么什么的 他里面就很 都天使角色都有嘛 他也是这样讲的 OK 所以说延伸来讲 就是说 嗯 之前有人在提说 有些人祷告的时候 会跟天使祷告 嗯 那就像天主教会喜欢跟所谓的圣人祷告 天主教有种习惯会跟圣母玛利亚祷告 他们的说法是 圣母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 所以呢 嗯 有时候跟耶稣讲 讲 好像 不会被答应 可是我这样讲好了 比如说 Lucifer 就撒旦好了 他堕落 变堕落天使 然后变成撒旦 呃 变成反派 那 你跟天使祷告 你怎么知道他是 震得很负的 啊对 没错 对啊 就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很危险嘛 嗯 所以你要知道 呃 人跟神之间 他是可以直接面对面的 嗯哼 人是可以向神祷告的 嗯 可是 就是堕落的宗教观念 会让人觉得说 人不配 来到神的面前 嗯 所以人 要跟神说什么呢 最好是找个中间人 哦哦哦 就是 我从来不怎么觉得 你找个圣人帮你说话 那我懂你的意思 找个天使帮你说话 可能比较容易得到答应 听你说好话 嗯哼 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观念 因为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作为人 人的身份 嗯 他祷告都是向神祷告 嗯哼 然后他也曾经在 克西玛尼被 被逮捕的时候 被抓的时候 嗯 彼得 他的门徒彼得 本来想要 拿刀保护他 嗯 那 耶稣跟彼得说 你把刀子收起来吧 嗯 不需要你来保护我 他说 难道我不能 向父神 祷告 要他派十二营的天使来保护我吗 嗯 也就是说 耶稣作为神的儿子 他有神的身份 嗯 他可以直接命令天使 嗯 可是他却说 我可以 我也可以 向父神祷告 请父神差遣天使来保护我 没错 也就是说 他给人建立一个榜样 嗯 应该都要直接 向着神 嗯 天使是 为人做事的 嗯 天使是 侍奉这个神的奴仆 但是他虽然是主要是要服务人 可是人不能够命令天使 嗯哼 人是不能命令天使 因为神在创造人的时候 嗯 给人的权利就是管理这个地 嗯 地上的万物走兽 还有制服魔鬼 嗯 可是神没有说人可以管理天使 因为他是来帮你的 不是你的奴隶 对 对 他是来 他是为着神帮助我们的 但他不是听命于人类 对对对对 嗯 所以人如果需要天使的帮助 人不是向天使祷告 找老板 对 你要找到老板 对对对 找神 神会拆派合适的天使为你服务 嗯 那你如果向天使 直接向天使祷告 有一个危险 就是 但是 撒旦他们都是堕落的天使 是 他们也可以伪装成光明的使者 这圣经上有讲 一定的 因为你撒旦就是的话 那就肯定有啊 还有其他的 对 你有一个就有两个就有三个嘛 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就是魔鬼也可以装成光明的天使 这是很明确告诉我们会的 嗯 所以你你跟天使祷告 第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分辨 对没错 我们无法分辨 但是天使不能够伪装成神啊 嗯 天使不能装成神 嗯 他没有这个权柄 你没有这个权力 而且他也不像 嗯 但天使可以伪装成光明的天使 但人没有办法分辨他 没错 所以这个就说 人不需要向天使祷告 嗯 人也不能够命令天使 嗯 在启示录里面 这个约翰 使徒约翰 他看到那个天使 看天使跟他启示了很多的事情 跟他说解释很多的预言 嗯 天使就觉得 约翰就觉得他天使很棒嘛 嗯 他就想要跪下来拜那个天使 嗯 这个天使就说你千万不可以怎么做 不敢当不敢当 我跟你一样是做神奴仆的 嗯 你只能敬拜神 你不能拜我 我跟你一样我们是同做奴仆的 嗯 我没有比你高的地位 嗯 所以是 这里很清楚说人不应该敬拜天使 嗯 而且在哥罗西书那里 使徒保罗也很明言的讲说 人不可以敬拜天使 是 因为这个有灵性上是很危险的 你有可能会去沾到这些邪恶的邪灵 对啊 邪恶的天使啊 那你说 我我没有遇到啊 我每次跟天使的话都很好啊 你不可能会知道的 这个这个太简单回答 你不 他们会 你天使他跟人类比 呃 应该是比较厉害一点吧 对他们是有能力没有说 是啊 但是你要知道 他们的能力的来源也是神自己 对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一般人的话 你能 他们一定知道比我们多 对不对 那天使是在宇宙被创造 比人早被创造的 他要骗你的话 那就好骗了嘛 你的大人骗小孩一样的 对 嗯 没错 你要想 真正正常的天使 你人跟他祷告 他是不会接受的 对 真正的天使 好的天使 他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他一旦接受了人 对他的敬拜跟祷告 他就 他就堕落了 嗯 所以能回答你的 能够接受你祷告的天使 就不会是正常的天使 就不会是对的 一定就是有问题的 嗯 就是堕落的天使 他才会夺取人对神 原本该有的敬拜 这个合理 OK 对 所以不要跟天使祷告 跟天使祷告是很危险的事情 你有时候 你觉得好像效果不错啊 嗯 也得到答应了啊 也得到了该有的帮助啊 嗯哼 那就是诈骗集团 刚开始也都 你怎么知道我后面没有目的呢 对对对对 没错 都跟你网路谈恋爱嘛 然后恋爱到很快乐 对啊 都想要跟他成家利益的时候 然后一千万就被骗走了 就是然后再把你推下山啊 然后拿保险 对对对 所以 所以说 有人问我们 就说为什么不能跟天使祷告 他主要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很容易被骗 嗯哼对 第二个就是 你 绝对不会遇到正常的天使 I see ok 然后不小心的话 你的良心就被 就被污染了 嗯 就被污染 对 知道了 然后圣经上很明确跟我们讲 我们是可以直接向神祷告的 没有问题 绝对可以 而且神对人是接纳的 因为神对人的救恩早就完成了 嗯 就是说神什么时候原谅人 神早就已经完成了 他对人的赦免 可是那个赦免是在人转向神的时候 嗯 发生效果 ok 所以我们只要转向神 面对神 然后神一定接纳 没有问题 绝对会接纳的 I see 不然我在想说那魔鬼是什么东西 魔鬼就是撒旦 啊 所以他他等于在控制其他而已 ok 就说魔鬼就是跟着撒旦堕落的三分之一的天使 嗯 所以魔鬼是很多的 或者这样讲 呃 魔鬼 另外一个词叫做邪灵 ok 邪恶的灵 堕落的天使 嗯 但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鬼 嗯哼 鬼 魔鬼混在一起 嗯 他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 魔鬼是什么 魔鬼就是邪灵邪恶的天使 嗯 他们是一种灵体 ok 那另外一个叫做鬼 鬼呢是什么呢 鬼就是 人死了之后 人的魂 灵魂是下了阴间嘛 嗯哼 是不会留在这个地上的 嗯 可是 有一种东西叫做鬼 嗯 这个东西呢 在人被创造之前 嗯 他们已经被创造出来 但是他们跟随 跟随 撒旦 堕落 嗯 背叛神 但他们不是天使 他们是另外一种受造之物 那他们被 嗯 被神所审判之后 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身体 他们也只剩下灵体 就叫脱体的灵 ok 那他们就等于是 不是人类的灵 是之前的 不知道是什么的灵 可是还是在这个世上的意思吗 就是 在人类被创造之前 其实 地球上 是有其他的创造 在更早之前 是有别的创造过 我的意思是说 他现在等于是在这个世上 而不是被 被打到阴间里去吗 没有 没有在阴间 就是还在这世上 他们是 就是我们创世记所说的 约念黑暗嘛 就是群团的兵 他们就是那一批被审判的 然后他们失去了身体 嗯 可是他们在做一件事情 他们在找地方附身 ok 哦 所以 ok 在这个福音祝福 耶稣 耶稣赶鬼 就是这个意思 耶稣赶鬼就是 这些脱体的灵魂 哦 他们一直在找人的身体寄生 哦 ok 哦那懂了 那应该也懂很多东西 如果是这么久的灵的话 对 但他们不是邪灵 他们跟邪灵不一样 邪灵是天使 堕落的天使 嗯 那堕落的天使不需要人的灵体 嗯 因为他们被创造的时候 本来就没有身体 I see 他们被创造的时候 本来就是灵体而已 所以他们不需要人类的身体 那他们需要的是 夺取人对神原有的敬拜 就是把他们当作神来敬拜 I see 所以邪灵要的是人的敬拜 但是鬼他要的是人的身体 所以会附身在人身上的是鬼 嗯 但是要人 把他们当成敬拜的是邪灵 就是魔鬼 嗯 所以魔鬼总是要把他自己当包装成 神的样子 光明的样子 哦 蛮有趣的 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就是 你一旦问他们 你是不是神 他们会很诚实的告诉你他不是 嗯 嗯 这我们以前肝鬼都遇过 就是被鬼附身的人 嗯 那个鬼跟你讲话 然后 你问他说 神是谁 他会好不考虑跟你讲耶稣 嗯 OK 那 你可以问他什么 很多问题 这个你不要剪到节目里 就你问他 XX是神 那个什么是神 他会跟你讲不是 嗯 他们是 他们是堕落的天使 你能不能剪啊 哈哈哈 OK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话题就很敏感 哦 这草风了跟你讲 你就像XX 就是很多那个XX 对 那肯定会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知道 我这样XX活 那个是鬼 鬼附身 哦我以为是庄的神经病耶 可是那个鬼附身 罗志 是鬼附身对不对 嗯 那他要你敬拜谁 不是敬拜XXX 嗯 他要你敬拜XXX 那个要你拜XXX 他要你拜的XXX 那就是邪灵 那敬拜的是邪灵 可是 那个附身那边讲话的 那个 附身在 身上的那个是鬼 这里火的 我知道了 对 所以鬼 他需要跟着邪灵 邪同 因为鬼没有能力 鬼没有能力 鬼有 唯一有的就是 力气比较大 就这样而已 但是邪灵才有能力 邪灵能够做好多 天使也可以做的事情 包含 把人治病 邪灵可以让人生病 然后再帮人治病 所以这些都是 都是自导自演造成的 I see 而鬼呢 就是能够找到一个 附身 然后鬼需要人的身体 来摄取他的养分 因为他被创造的时候 他是有身体的 但他被审判之后 他的身体没了 被摧毁了 但灵魂是不灭的 那灵魂不灭 情况下他没有安息 他就需要找一个 肉体附身 所以你要知道鬼 不只是附身人 鬼也可以附身在猪身上 可以附身在猴子身上 哦 所以他们有时候会疯狂 对 只要有肉体他就可以附身 他就愿意附身 这是鬼的问题 但邪灵不需要 邪灵只需要人对他的敬拜而已 因为邪灵要的东西 比鬼要的东西更大 邪灵要的是阻止神 对他们审判的执行 而鬼很单纯 鬼要的只是一个能够安息的身体 哦 所以意义上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不能剪 这个剪出去 你 这个剪出去会有很多 我只能用很多的 逼逼逼效应行不行 那不是一直逼吗 对啊 就一直逼 OK 谢谢Grey今天跟我们讲这么敏感的事情啊 剪出来很多可能会有很多逼啊 那说错别找我找他啊 那这一期就这样了啊 那下次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